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城新闻 南投市银北里向上一路 三路六路 学艺路向道路 年久失修路面破损 凹凸不平 县长李明珍逐一实地会堪 并折成公务处尽速发包改善 保障当地民众行的安全 确保居住环境的品质 县长李明珍表示 南投市银北里向上路周边道路 改善工程 经由地方人士 里长战佩玲 市民代表江秀春 城勤部分鲁段 因台电挖路买管线 回天不确实 造成路面凹凸不平 经由立委许淑华 议员张嘉哲向县府反应 所以特地前来关心了解 这个地区是我们中心新春的重化区 所以这边有很多新兴的社区 那这些连外道路呢 已经都很老旧了 所以今天县长来这边 跟着战佩玲里长 还有张嘉哲议员 还有江秀春代表 一起很关心 很多的道路呢 在申请我们的这个管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随处都看到 有这个修修补补的状况 所以呢 今天包括我们的学义路 还有像说一路三路六路 等周边的公路 这个道路呢 其实都有这个需要修补 经过战佩玲里长 像我们张嘉哲议员 还有我们江代表 来向史书来反应 那么史书就特地打电话给我说 这五条路 希望我们县政府 能够编一算 来给他们重新铺寿 林县长逐一实地会刊 周遭的几条路面 发现大部分都是埋挖管线 又回田不实 造成路面不平 大大影响周边的居住环境 以及用路人的安全 确实有改善的必要 县政府今天来会看 针对做五条路 我们还要动用 将近五百万的经费 重新把它抛除 做新的A10路面 让人家居民五条 比较平坦的安全的路 给他们来使用 大家偿往都可以看到 很多民众 在马路边运动散步 很多往来上下班的民众 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马路工程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安全的用路环境 真的是很久很久 都没有修复 真的是路况真的非常不好 那感谢县长还有立委 还有这个议员 还有代表各位的关心 本案包括了银北里 向上一路 三路 六路 学一路 以及耶稣君王天主堂旁的向道 因最近建案很多 路面装接水电等管线 挖补频繁 路面补丁影响市容 而且住户密集 居民出路 将动支475万元 改善总长 逾900公尺的路面 记者曾光佑 南投市采访报导 对啊 还有哪儿 在哪儿